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人來到了台中 來台中就是要吃吃到飽 為什麼咧 因為以前我在台北拍了非常多間吃到飽 可是在台中好像目前沒有拍過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要一次吃四間的吃到飽 我們第一間來到了公街火鍋 我們直接在它早上剛開始營業 十一點半就直接到了 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進去吃好鍋吧 Let's go 好 各位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邊 因為今天是平日的午餐 所以它的價位是798然後再加一層服務費 我們剛剛已經點了兩個鍋底 這邊有火鍋 然後我們在等待的過程中 可以先去拿他們熟食 他們熟食也蠻多的 我們去看一下吧 等這個鍋滾的過程中呢 結果他們就送上來這個綜合的生魚片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他們的生魚片鮮不鮮 海粒 先單沾一下醬油 再把紫蘇葉跟這個生魚片包起來 再加一點蘿蔔絲 可以給大家看 三種都不時 但是我還有一個 差點半天忘記 這魚卵的說 波波波波 包在哪裡 這四種呢 同等下來 我最喜歡的是台幣 其實他們這邊的攝影片都沒什麼行為 還OK 好 試一下這個 CHOICE等級的 美國牛小排 比較嫩的肉 就給它涮一點點 不要到太熟 它其實這個麻辣湯底看起來 其實真的是還蠻用心的 有這種洋蔥 然後辣椒 跟這種蔥類 感覺配料還蠻不錯的 然後衣服它這個辣 很帶勁 再試一下這個澳洲M9雙醬和牛 這是今天的牛肉我覺得 油花看起來最漂亮 油花看起來最漂亮的一款 而且M9等級呢 其實在日本和牛裡面已經 已經算了大概 排滿前面了 就是以這個和牛的比例來算的話 它吃起來確實有像那種 澳洲牛的那種韌性 就是它切起來比較結實一點 但它其實越咬它後面有一個 特別的油香 會串出來 牛五花 美國牛五花 這一種的話感覺就沒有像 上一款來的高級 不過我們也可以試一下 我覺得好吃程度是比較出來的 這款的口感就沒有上一款來的 那麼好它呢 多了比較多的脂肪 所以咬起來呢 會比較難咬斷 它的那種脂肪的那種Q彈感 也是澳洲M9和牛 就是它的三叉牛肉 也是給它輕輕微粉就好了 這樣才好吃 我會推薦大家 點澳洲的就好 那把它吃一吃 再來 去夾一點海鮮吧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們還有 牡蠣 然後蛤蜊 都可以爆夾一波 去拿了他們的熟的海鮮類 那它這種白蝦 每一隻看起來都非常的大隻 直接撥看看 新鮮不新鮮 其實很容易一撥就撥出來了 有脆有甜 再來試一下螃蟹 他們居然還有螃蟹 誇張 三點蟹 它裡面蠻多肉的 但是就是要花一點時間把它挑出來 它這螃蟹 不會縮到非常擠頂的那種甜味 但是是有甜的啦 比較不容易把它剝開來而已 有可能是我比較不過來 剝開來它其實肉還蠻多的耶 試一下 它裡面有很多透明的這種殼 但是其實肉吃起來 也是跟剛剛三點蟹一樣 吃起來不會到極甜 但是 就是重點我覺得像這種煮好一切 只要你不要有腥味 其實我都給過 哇 拿了滿滿的海鮮回來 我相信這樣子外面單點的火鍋店啊 如果你是要這樣子點 應該 也要三百左右跑不掉了吧 在台北的話 試看看 超大的牡蠻喔 超大的牡蠻喔 這個大牡蠻 它這個 辣鍋 這麻辣鍋 它越吃越越辣耶 我剛開始吃還沒那麼辣 剛一入口的時候超辣 大牡蠻 嗯 不會很腥 還算新鮮 好的 那吃的差不多啦 我可以跟大家統整一下 這一間店 我自己比較有印象深刻的品項 就是它的澳洲M9 雙醬 蒜的微粉很好吃 以及它們的海鮮 我很喜歡它們白蝦跟蛤蜊 好那我們就吃一吃 再前往下一家 好了剛吃完火鍋的這個吃到飽 馬上轉交到了這個燒肉吃到飽 那我們現在仍來到了這個HOME燒肉 馬上去看一下它裡面餐點如何吧 Let's go 好 好的那我們剛剛稍微聽它介紹一番了 總共它這邊的話會有三種價位 599、749跟899的價位 那我今天打算點899 那它這個價位還會再加一層服務費 用餐時間兩個小時 好那我等一下給它點一下 那基本上它這個價位其實跟很多常見的那種燒肉是一樣的 就是你越便宜的這個價位呢 吃好的東西就沒有來那麼高級 那你月頂的價位就可以吃到比較高級的東西 他們這邊的話呢 燒肉剛開始都會上這個基本盤 這個是牛肉 試一下 那它有那個醬汁啊 醬汁這一面把它朝下 那應該就是他們最低價位的這個肉品 好我們來試一下他們的基本盤的這個牛肉 感覺也是很香很香的 這那種比較有嚼勁的牛五花 它本身剛剛淋上去的醬 是比較有點乾口甜味的 所以吃起來肉呢甜甜的 好我們來試一下比較平價版的這種梅花豬 吃起來如何 那梅花豬烤起來是有帶有那種脆的感覺耶 肉餃下去是脆的 其實平價的就還蠻好吃的 那我們直接晉級到八九九的這個價位 豬肋餃 一比一豬肋餃 看它的油汁在穿 真的很厲害 聞起來有一個特別的豬味耶 香香的 看它的油汁 非常的豐富耶 一咬下去它直接噴出來 肉條的部位真的脂肪的燃料非常濕度 好我們來烤看看這一比一豬 光看它這個油花不得了 感覺就很厲害 而且它上面還灑了一點芝麻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肉的原味啊 所以我就沒有用他們的這個醬汁了 因為好的肉 我覺得就要吃它的原味 其實它旁邊還有這個小火鍋 我們剛剛有來了一個 河牛 澳洲的M9河牛 我就想說煮兩片 來煮火鍋 好奢侈 兩間很明顯不太一樣 上一間的話它那個澳洲的雙餃 吃起來比較偏的 有那種油香 就有韋韻 然後吃起來很嫩 那這一間的澳洲牛的話 吃起來是帶有那種澳洲的那種 和牛酸味 就看個人喜好 我覺得兩個都不錯 哇這種焦脆的 很不好吃耶 我覺得一比一豬跟一般的豬 吃起來差別呢 就是在很多比較平價的豬啊 吃起來會有那種豬的燒味 這種完全不燒耶 而且很嫩 好 那我們再來烤澳洲的牛肉 和牛 和牛也不要烤太久 這樣子就可以吃了 還有一點微粉 就是跟煮火鍋一樣 微粉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真的很誇張耶 一再滴它那個牛的汁 這間店的澳洲牛 確實有帶一個澳洲牛的特別酸味 烤的跟煮的都一樣 好謝謝 我們馬上來試一下美國的熱鹽 這一片就完全讓其他肉 每一地方放了耶 超厚超大 因為它這其實肉是有厚度的 仔細看 所以應該是要烤一陣子 好我們來試一下熱鹽流排 老闆的愛心 然後它這個 它說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自己剪一剪 而且把它放著量一下 它又出了更多的雞紅蛋白 好漂亮 肉汁很豐富 然後灑了一點海鹽 真的有把肉的甜味帶出來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一塊 一般脂肪呢 我啦 我都會把它就是剪掉 然後丟掉 但是 剛剛老闆跟我說 像這種脂肪 你把它煎得更焦脆一點 它其實吃起來是很爽 體驗一下 整個味道很豐富 但是我覺得這種呢 就是很見仁見智的 像三層肉的肥肉 就不喜歡吃嘛 那你要它吃這種肥肉 它肯定是不能接受 但喜歡吃那種 有感很實質的人 可以試一下 超級誇張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放得下嗎 這個 我請他們幫我烤好了 對 結果還是放得下 剛剛好 哇 謝謝老闆 超漂亮的一盤 哇好香喔 這個呢 這個呢 因為剛剛老闆有加 他們的醬 跟他們的油 所以呢 吃起來會比較 口味會比較 豐富一點點 所以呢 包生菜 感覺非常的適合 一般人都是拿那種 肉片包生菜 拿肉塊 牛排 包生菜 那因為這個呢 戰斧牛排 跟 剛剛我們也有吃到另外一個 也是類似牛排類的 是熱眼牛排 我覺得各有特色 那如果一定要硬選一個的話 我會選熱眼 熱眼牛排 因為 熱眼呢 我剛剛是單吃它 沒有做調味的動作 就是它會噴很多肉質 所以 整個吃起來那種 爽感比較高的 好了吃完了 那我們發現說 餐廳外面還有這種 和服可以穿啊 趕緊來穿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呢 聽老闆說 就是你如果來用餐的話 都是可以 穿著 然後拍照 打卡 好啦那吃完了 那統整一下 燒肉Home 我覺得比較印象深刻的 熱眼牛排 一比利豬 好啦那我們接著就 前往下一家吧 好的 那我們第三間呢 人來到了這個 樹泰島定食 那我們 這間呢 那算是一間單點的定食店 那它裡面 也算是有吃到飽的 就是白飯 高麗菜 小菜 味噌湯是吃到飽的 那我們趕緊進去看一下 吃起來味道怎麼樣吧 Let's go 好那我們做定位啦 稍微看了一下它菜單 我覺得它有這個器材 真的是 一定要點一下 它這邊的話呢 都是用這種平板 可以自己點餐 那我們就把它點起來 月光米 起司豬排 起司豬排 小菜 高麗菜絲 一直續的味噌湯 好的大概靜待 10到15分鐘之後 我們的起司豬排 定時上來了 因為他們這個家務 感覺是現炸的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起司豬排 切不切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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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哇塞 趁熱吃這種感覺就是非常的讚 所以它的這個豬排 感覺厚度非常的夠喔 哇 起司味很濃郁 豬肉很嫩 吃起來呢 確實是沒有嫩的那種豬的腥味 而且脆之外還嫩 然後他們這邊的米 都是用日本的月光米 嗯 是我喜歡的粒粒分明 而且 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時候 最喜歡吃它的飯 看這個月光米 可以絮欸 絮到飽 然後這個小菜也是 跟這個高麗菜 那它旁邊有這種 豬排醬啊 沙拉上面的醬 可以一直吃 很爽的 如果你今天 是為了吃飽 你就狂絮這兩個東西 然後只有味噌湯 才可以拿來雕本 好吃 今天的小菜 我不知道它是每天都一樣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 不知道它這種 是切片的那種 海帶絲 切片的海帶 吃起來甜甜的 而且很脆 好 我們第二份的定食上桌啦 那麼這一份呢 明顯體積比剛剛上一份還要大 那我們炸午一樣趁熱吃 然後旁邊有放這種 蘿蔔泥的這種沾醬 非常的日式 厚厚的豬排 哇 豬排很有水準 這個試一下 這應該也是豬肉 或者是 有可能是大生蠔喔 今天一直在吃生蠔 試一下 嗯 這生蠔 你們可能看不太到 不過可能是我剛剛把它的大大的囊袋也吃掉了 生蠔也好吃 沒有腥味 那我們再吃 炸魚 那種炸物 外表都煎得非常的酥脆 很精華 嗯 嗯 這是青魚 拿去炸耶 一入口那個青魚的味道好明顯喔 但是我還是喜歡我的青魚用煎的 第一次吃到炸的青魚了 好特別 它剛剛有那個炸青椒 青椒味很重之外 它裡面的那個青椒還是多汁的那種 外酥內多汁 再吃一下炸蝦 看一下 它的這個蝦大不大 裡面蝦也是很嫩耶 好吃 但是如果一定要選一個炸物最好吃的話 我還是覺得它們的豬排真的很厲害 好的 那在我們第三份定時來的時候呢 中途一定要等一下查完整的 因為我去這種日式料理店 就是一定會點它們茶碗蒸 一間日式料理店呢 茶碗蒸跟味噌湯做得好的話 那這間日式應該就剩得很嫩 馬上吃一下它們茶碗蒸 剛開始我在產它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這個蛋 真的很滑耶 超Q超重 吃起來非常的順 那這一道料理呢 也算是聽說他們家的招牌 就是必點 光看這個外表 哇 它覺得這個香氣四溢 那這一塊的話 應該就是不用加那種豬排的醬 因為它本身這個底 感覺就是 非常適合拿來配飯的這種醬汁 哇 對 裡面放了大量的這種洋蔥 感覺就非常的鮮甜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水波蛋 哇 打開來 蛋黃 流下來 快 我感覺應該把它先盛到這個飯上面 再把它打開一點 它這個是甜甜的那種醬油 它這個洋蔥啊 有炒到焦焦的感覺 配上剛剛那個滑滑的水波蛋 超滑溜的 嗯 那試一下 本身就很厲害 的這個 炸豬排 泡了它一點點的這個甜甜的醬汁 它這很像在吃漢堡 有層次的 上面是很酥 中間是很結實 下面有泡過一點點它甜的醬汁 變成是糊糊的感覺 所以脆 結實 無福 多重層次 OK 那我們接著人來到了第四間 非常食鍋 那這間呢是一間韓式料理店 裡面有單點的韓式料理 那這間的吃到飽品項呢 就是他們的韓式小菜吃到飽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吧 Let's go 好啦 那我們人到了非常食鍋裡面 那這間店它非常特別 它有這種男生的韓服可以穿 而且女生的韓服也是非常多 那它後面呢 這一排就是有一個韓國的感覺 一樣就是可以穿這種韓服 然後來拍照 我們早上的那間日式的和服很香 那我們趕緊來挑一個帥帥的衣服 來拍照打卡吧 好的 我們體驗完韓服 馬上就餓了 然後稍微看了一下他們家一家 發現說看這邊的韓式飯飯啊 居然可以做成客製化 像我最喜歡的就是有鍋巴 所以我一定是鍋巴給它點爆 好 那我們來吃一下他們的小菜 因為入座的時候他們就把小菜給拿上來了 比如說黃豆芽啊 泡菜啊 毛豆 還有糖蛋 還有這個豆干 那這些都是可以一直去的 好 那我們韓式飯飯上桌啦 然後我們的這個雞腿也上桌啦 先吃韓式飯飯吧 然後這裡有這個醬 自己自己喇喇就可以吃了 先吃一點點 哇 是真的有鍋巴的那種 我點的是牛肉的 因為這個石鍋 我是跟他說要鍋巴 所以他感覺是特別的去加熱非常久 試一下 哇 好脆喔 它這個米飯 好脆 它這個牛肉 有煙丁過 可以本身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配搭得剛好 好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韓式的炸雞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韓式 因為韓式炸雞的賣點就是它是 裹了非常多的那種醬 甜甜 有大家幫它 那我點的是那種韓式的六項醬 聽他們介紹說是這間店的招牌 然後我吃點辣的那個我想像 試一下 它一入口就是那種柚子的香氣 因為它上面還有放這個花生粒 感覺就可以搭著一起吃 增加它脆的口感 它其實你光看它外表 我覺得這個厲害的 它自炸雞就是 它抹完醬的時候 它本身炸雞還是要脆的 然後它這一點是做得很好 就是它雖然外面有醬很好 咬起來還是脆的 厲害了 好的 我們的熔岩起司辣炒雞腿鍋好了 真的是迫不及待 因為這看起來超級好吃 超級罪惡的啦 你看這個起司牽的 亂七八糟 用牽的亂七八糟 哇塞 哇 要往101走了嗎 有雞腿肉 然後有這種燙嘟嘟的年糕 裡面還有這種金針菇啊 紅蘿蔔啊 辣椒 青江菜 那剛剛我們在吃這個石鍋拌拌的時候 被燙到嗎 我才發現說 完啦 巴比丘啦 完啦 這不是給我燙烤了嗎 我們這裡出現了一個疤 對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真的要 小心再小心 因為它已經有提醒我了 可是我還是被燙到 所以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而且我發現說他們之間的這個 年糕真的是特別肥 特別胖 哇 加上這個氣息 哇 起司味好濃郁喔 等一下一下 再試一下它的雞腿 你光看它 你以為它紅紅的 會很辣 完全不會辣 起司味超級濃郁 金針菇 超級會吸那種湯汁類的東西 然後把那個辣味吸得剛剛好 再加上它那個濃郁的氣息 跟它金針菇煮得脆脆的 超級好吃 吃完了 那麼來講一下今天吃這個非常實鍋 因為我點了三樣的這個料理 我比較印象深刻 或是推薦大家是什麼 其實今天吃到這三個 我都覺得還蠻好吃的 像是那個韓式炸雞 它的那個柚子醬 我選的非常的特別 熔岩起司 雞腿鍋是真的非常的醉餓 非常的好吃 所以如果一定要硬選一個的話 想嘗鮮的話 可以點那個韓式炸雞 一定要選柚子醬 那如果想要求醉餓感好吃的話 我會推薦你吃起司鍋 那今天真的是吃了非常多間的吃到飽 直接吃四間 飽到不能再飽 然後我還為了這個BBQ這個梗 碰到這個石鍋 對 非常的痛 完啦完啦BBQ啦 BBQ啦 整個完蛋啦 好啦 那看到這邊的話 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因為這支燕真的 你一定會非常的長 我把所有的精華 都直接給它濃縮在一起 那如果喜歡這種 吃很多系列 記得鈴鐺跟訂閱都要給它起文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